中国研究人员用人工智能系统改善高参数武器装备的精度 从而可以使它打击精度提升十倍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田绍 最近解放军导弹科学家发表在系统工程与电子杂志的文章称 如果把控制从人的手中拿出去交给机器 那么超音速或者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制造精度就可以提高十倍以上 国家军工程大学战争支援学院的先有教授和李邦杰教授说 建议利用人工智能在武器高速飞行时 通过独特的飞行控制算法飞速编写武器的软件 把更多的决策权交给智能武器 在控制人员不知道在按下发射按钮后会如何行动的阶段发挥作用 总体定位精度将增加一到两个数量级 采用这样的系统呢 其总体定位精度将增加一到两个数量级 研究人员发现高超音速武器 在飞行数百或数千公里以后是否会准确的命中目标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飞行过程中进行复杂运算时 如何精确的确定自己的位置 在高速运动状态下 弹体的表面会产生非常高的温度 从而将空气分子电离在弹体的周围形成一个等离子体翘 那么这个等离子体翘对飞行状态下的导弹 飞船以及高超音速的载入弹头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其主要影响是因为只要在它的外表形成了一程 等离子翘 那么它就进入到了黑帐状态 一旦飞行器进入黑帐 外部的雷达信号就探扯不到它了 它也就接受不到天上的通讯卫星 地面的通讯电台给它发送的各种指令和信号 持续这些参考它有可能会失明失冲 发生较大的飞行误差 从而导致攻击的精度大幅度的降低 甚至远离要攻击的目标 这一点是军事人员不希望发生的 那么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世界各国军事科学家们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 一个要突破黑帐 而且突破黑帐之后怎么准确的命中目标 靠人工智能可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一个途径 那些极端的条件迫使人们依赖弹体内安装的惯性传感器 但是他们只能估计出高超音速5G系统的相对位置 速度和过载 而这些传感器在地面的组装运输和日常维护过程中 对它的物理干扰是不可避免的 每次5G系统被打开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影响到硬件 导致以工厂设置的数据进一步发生偏差 中国专家相信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 工厂设置最终可能会被永远废弃 使用他们的方法人工智能系统将在导弹发射后立刻开始工作 在这些武器平台达到高超音速之前 使用来自GPS或者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信号来计算其位置 并将这些计算的结果以车载的传感器声称的结果进行比较 以评估硬件的实际通化 而当高超音速武器系统进入黑档之后 恐怕就只能依靠人工智能系统和弹载的灌导系统进行计算和比较 从而保证它的精度达到较高的一个水平 据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 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制造精度 大概能够提高到10米的量级 从而保证它们能够准确的击中 需要打击的战略目标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可以说为未来的武器系统 特别是那些飞得高飞得快飞得远的先进武器系统 提供了更多的助力 从而让它们的打击精度进一步的提升 好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